是殷琪女士 那殷琪女士之前 她不是在她们阳明山的豪宅 对 挂棋子嘛 对 天马棋啦 五个颜色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是 在谣传说 是不是殷子来求桃花 那当然殷琪女士 她有事后她有否认 然后她说我只是 让我的事业呢更平顺 让我更有智慧 能够处理很多事情 不过宗教企业人士的看法就是 你挂这样的一个五色琴 其实就是求桃花的一个意思 那刚好那个时候 殷琪她结束了 她跟她保全男友 长达十年的一个关系 所以大家就在关注说 她是不是因此要 求下一段的感情 可是这么多年来 好像也没有任何的绯闻 传出来对不对 对 错 跟各位报告第一手的消息 真的